现在是2023年12月31号晚上的11点多 距离新年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在我的身后呢就是天安班广场的安检的入口 明天早上的7点半的升旗 有很多的观众已经提前预约了号码 虽然现在仅仅到了晚上的11点半 但是身后排队的游客已经熙熙燃 大家对于新年的期待和热情还是非常的高涨 等了三个多小时四个小时 但是我们觉得这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情 在等待国际升上去的那一刻 在等待大家一起欢呼 大家一起迎接新年的到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凌晨三点钟 看升旗的人流已经从北京饭店的入口 一直排到大家有500米 排到了天安门的东入口 我小学的时候呢是一个升旗手 同时呢也是一个鼓手 所以升旗是对我来说呢 是有一个非凡的意义 这次也专门从福建来到首都 怀了激动我的心情 来看2024年的第一场升旗 我上一次参加升旗仪式是2022年的元旦 也是在这个天安门广场 当时登了10公里的那个自行车登过来 上次来之后就发现元旦它会放和平歌 就很想来看 我准备了一个自拍杆和一个凳子 因为我看人比较多嘛 可能现在凳子上的话可以看到前面的升旗 现在是2024年1月1号北京时间的凌晨5点半 距离升旗仪式还有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 现在的户外温度是零价6摄置度 虽然户外温度很低 但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大家的热情依旧不减 元旦特意到北京过来玩一趟 就到这边来看一下升旗 一大早差不多三四点钟过来的 帽子 围巾 舌套 男宝宝 然后最后的衣服穿上去 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为了来看这个升旗 然后我们是12点多吃了火锅 吃完火锅 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到这里来 很冷但是也很激动 凌晨4点多的时候来这边开始等待 刚开始人超级多 天亮之后感觉 第一缕阳光照进来的时候 很震撼 觉得祖国真的伟大 2024新年快乐 在天安分广场游客们的欢呼声中 我们迎来了2024年 愿新年胜旧年 愿将来胜过往 新的一年就希望红红火火的 所以就穿得一身红 希望我教的孩子们健康快乐地长大 希望呢在新的一年里 我能够顺利毕业 顺利找到一份好工作 希望工资多涨一点 这样家人也放心一点 多给家人买点东西 然后也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这样我们也能够越来越好嘛 我们的第一个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灸